全城中目的冲上云霄大选 直将在12月26日晚举行 一群参赛者频频在不同活动亮相 今日他们就脱下制服 和年轻人聊聊天的主持 冯盈盈、陆浩明、林荣彤 大祖宜在网上开Live 解答主持和观众的疑问 混血移基掌麦大力虽然中文麻麻 但他就全力以赴满足网民的好奇心 有没有什么你觉得 我不想说的 都没有的 什么都说的 什么都说的 其实身边有没有很多朋友 都每次见到你们都真的会像大家这样 有很多问题我很想知道 其实我想航空业一直都有很多很神秘的故事 还有很多人都想知道 我们通常见到面就会慢慢解释慢慢讲 如果真的问到你不会回答那怎么办呢 我会交给Keith和Brian答 我期待问一些我们不会回答的东西 反过来 因为我觉得所有我们飞机上的东西都要回答 所以不可以不会回答 我也想听一下有什么新鲜的问题 朋友问得你们最多的会是什么 机师做些什么 对啊 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概念 其实躲在里面是有什么做的 空姐 你不是有自动渡航吗 空姐是工作时面对不少突发事 所以这次开直播 他们都说有不少难忘事可以和大家分享 机舱上的 机舱上有一位乘客 可能他很生气 然后谁知道我们降落了香港之后要报警 第一次发生这些情况 对我来说都很深刻 是的 这个还可以 这是考你EQ 是的 你呢 我觉得反而是现在有机会可以分享多些 给大家知道到底在飞机上面 是 机舱事务长和机舱服务员的工作上有什么分别 不要经常被人觉得我不用做事 是吗 就是他们很多人的心态 觉得你们都不用做 很轻松而已 不知道其实我们是和他们一样都是一般的做服务 然后再有更多下一步如何处理的东西 我最难忘的经历是教过一个客人去洗厕所 洗厕所 对 洗厕所 他不懂得洗 那么有趣 对 稍后可能会分享多些 而一班凶少就说虽然担心年轻主持 会问不少刁转的问题 但已经想好有什么对策令对方手下留情了 不要紧 Donefin懂得回答这件事 是吗 就是你们觉得 没有你那么厉害的 那么多人当中你的口才应该是最好的 当然不是 你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之中口才最好的 Terry Terry的口才出名是好的 是吗 李巨峰 真的吗 说个例子来听一听 服装家的姐姐全部被你摁了 他会做什么的 一叫巨峰就立刻认 还有叫巨峰提子 那还不是他 那名字很记忆 那名字很记忆 他们我想内念一点 其实他不敢说他出去割回人 你看一个新肌肉 怎么回事 他的新肌肉 我看不到 你遮住了 你看不到 你等我一会 看一会 一二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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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就是他身后肌肉 一碰死很多女生 是 绝对是 他低调 但很多女生喜欢 他不用说话 他只是脱下肌肉 女生已经看着他 相信不少年轻女 都有想过头身航空界 原来连Bella和六浩都不例外 我以前也想过想做空姐 但怕不够高 所以我想看看他们 如果做到空姐 他们有什么严喻 是 这个很重要 是 我和Bella一样 我会偏重 航空爱情故事 因为那些现在很热的 嘟嘟爱情故事 是 其实机长 机师 总是飞来飞去的 有这么多漂亮的空姐 一定有些鲜为人知 爱情史 有没有后悔自己当年 为什么不努力 其实当时我有考过的 有十几间 眼睛太小看不到路 不 没关系 我有戴眼镜 眼放回戴OK的东西 其实有十几间航空公司 取录了我的 后来我选择了做model 这条路 原来发觉不适合自己 就转型做主持 是吗 其实也很想做空少 很可惜 但现在不要紧 可以跟一班空中少爷 机师做同事 我觉得都好像航空公司一样 是 Bera有没有幸运当年没有考 如果他真的考了做机师 你就可能要做同事 会有点失望 是 一班参赛者 连日来和大家见面 不少人都对他们有一定认识 不知道几位主持 看好哪位呢 我说的很像 我最喜欢的那个就是大力 麦大力 对 不要那么大力 他很有趣 因为他本身是鬼鬼 我很喜欢混音 我觉得他说的挺可爱 另外还有Brian 也是 阿Keef 因为都是熟 空车那些就不太认识他们 可能过了今晚之后 是否朋友不让你认识他们 绝对不是 你认识还是不敢认识 应该是 不敢太过认识 一会儿也会认识一下 我也是看好Brian 因为之前他知道 他已经是一个唱歌组合 所以对他本身有点印象 看到真人很英俊 因为我见达仔 碰到他 他们很好谈 所以是跟达仔同期 达仔也差不多退出了 对 最后一百年多 但Brian还保持得这么好 所以对比之后 觉得对不起 达仔 你会不会生气 就是说达仔保持得不好 我还是喜欢大力 因为我喜欢他的声音 那种很绳索沉稳 很性感的声音 你还是喜欢这个类型的男性 对 平时听他说话都会特别开心 难得可以深入了解一帮参赛者 盈盈都说已经准备好问题了 他最想知道的原来是这个 我最想知道的是 我想知道他们工作以外的兴趣 和宅偶条件 因为我都想认识航空业的朋友 因为自己本身的朋友圈子 都没有从事这一行 所以看看有没有对象 可以发展一下友誼 实际上做个朋友 所以我会问一些工作以外的事情 的而且确之前工作合作的时候 和他们拍了一些故事 或者聊过 其中一个令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Donovan 他原来已经看回大会资料 是35岁 但是他的样型保持得非常年轻 直接连我都忍不住要问 为什么保养的 为什么保持童眼 去请教请教